如今的娱乐圈,网红要占据着很大一部分江山,有些网红比一般的明星还要出名,还有些明星的前身,其实就是网红,能够和明星媲美甚至是超越明星的,肯定都是网红界的漂亮代表,是其中的佼佼者。 但是网红圈里还有着这样的一股清流,他们可以说是把丑这个字给玩到了极致,微博走红的蛇精脸,刘子晨,这张脸网友一眼就可以看出,不知道是打了多少玻尿酸,什么叫死鸭的嘴硬,刘子晨非要在微博上和网友抬杠,说自己没有整顾,自己是纯天然的八国混血。 微博上关注她的人也是为了骂了,被网友们在网上骂为女版刘子晨的韩西亚,真的是为了红而而红,不论是直播还是照片,只要是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,就一定会把自己劈成蛇精力。 大屯大胸也是批的比比皆是,快手的陈珊因为长相奇特,被称为外星人,总是开着豪车泡美女,给青少年不正确的价值观被封杀了,据说现在穷的没钱看病,女朋友也跑了,抖音的金歌虽然也很丑,但是市美的三观却很正,对自己的长相也是非常的正式。